也不驱逐 现象在面前 你没有起根念头说 我要控制他 我要占有他 我要享受他 你不会起根念头 为什么 自他都不可得 我自己自行控制 外面所有现象自行也是控制 所以这个念头不会生 这叫一不驱逐 不驱逐 不驱逐 这是什么 这是智慧 换句话说 智慧是什么意思 智慧就是不驱逐 对于现象清清楚楚 寥寥明明 不是主 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中 这是智慧 桌相是什么 桌相不是智慧 桌相就叫做情识 你在这个幻想里头起来 秦职 知识之主 情是谜 情不是智 六道法夫肯定生起来是秦职 他不是智慧 秦职一定要知道 以秦职为心 所以你心里想点 心里念点 秦职这个心 是冷回心 无论干什么事情 天天念阿弥陀佛 都叫造冷回意 不过念阿弥陀佛 是冷回列头最好的意 不做三国造 来天来生可以得人天佛报 出不了六道轮回意 出不了六道轮回意 你的麻烦就大了 你想想 你一天念多少时间佛报 不算这个数字 你一天念几个终点佛报 还有几个终点 胡思了想 你自己好好的就算算这个账 一天如果真正能念四个小时佛号 还有二十个小时 胡思乱想 算你每天四小时的佛号功夫很得力 你一国报到天堂了 你就想天佛了 人一想福就糊涂了 把佛号都忘掉了 佛想静了 你那二十四个小时的胡思乱想 罪报就先前 让你到三国道去了 我们想到这个四十真相 没有不恐怖的 没有不害怕的 怎么办 我把它调过来 我每天念佛二十个小时 打妄想这四个小时 你就肯定到基罗世界去了 那四个小时是什么 四个小时睡觉了 你要二十个小时佛 四个小时休息 对吧 这释迦摩尼佛顶点 佛陀在他们生团里头 夜晚睡觉四个钟点 中夜是睡眠休息 中夜是晚上十点钟到两点钟 四个小时 是生团里面休息 安息的时候 一天吃一餐饭 吃一餐饭是中午 中日份 印度把一周夜分做六个时辰 白天是初日份 中日份 后日份 晚上是初夜份 中夜份 后夜份 我们中国用紫丝 中夜份 十二个时辰 印度是六个时辰 现在外国人用的 二十四个时辰 所以叫小时 比我们中国小 不想 不知道 糊里糊涂 过一辈子 想起来是真可怕了 今天天天天天天念 天天在讲习 可是 放下见门 马上就没有了 依旧是情识 当家作主 都还自以为是 这个问题严重了 你要不冷静 细心去思维 你自己不能发现 还认为自己 修得不错 修得很好 到最后不能往生 还搞六道轮回 这个时候埋怨 佛菩萨不灵 佛菩萨骗了我 那就是 罪上加罪 这个念头一生 地狱去了 为什么 帮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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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神 不知道 错在自己 还得怪别人 你 警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